大家好,我是乖修长 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点评向方大摊数 美景能源,天气里叶,隔离美,圣团框叶等 技术点评请供参考,普助于买买依据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方大摊数 那么咱们今天分析的话呢 从基本面,技术面 技术面的话呢,从周、日、分钟 就是中期短期的一个不同的视角来去看待 列述呢,像方大摊数的话呢 基本面咱们一笔呆过,因为前面讲了太多次 那么基本面的话呢,只用三个视角来进行看待 第一的话呢,是它的行业方向 它都属于石墨系行业龙头 作为石墨产品来讲的话呢 国内第一,然后呢全球第三 这是它的一个定位 然后呢,财务分析的话呢 是属于2021年一季度,半年度和三季度 规属母公司经论率呢,分别是 1.3亿,5个亿,8.7亿 经论率增长率到71%,153%,118% 也就是说呢,它是有强大的业细体证的 那么不出意外的话呢 那么在2021年的年报也不会差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能够保障什么呢 或者能够带来什么启示呢 它的基本面,咱们前面讲到一个视角 基本面它是作为悬股的利用 而不是交易的条件 什么意思 这样的基本面保障的基本面环境之下呢 如果说没有恶化之前 没有中大的这种利空影响 那么对待这类个股来讲 当前调的越充分 未来的空间就会越可期 那么当前的话呢 如果说表达来讲 还是交易层面来讲 值不值得介入 或者是有没有机会点 还是回归到技术层面本身 那么交易程序本身 买点买,买点卖,如此而已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技术层面 技术层面的话呢,多抽期 先看周开线的一个表达 那么周开线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那么对应呢 其实从52毛3以来 它实际的就是一个周开线的 线段上的延续中 还不能视为结束 这是周线的一笔上 周线的一笔下 周线的一笔上 周线的一笔下 周线的一笔上 周线的一笔下 而且的话呢 上周过去三周的话呢 其实从周开线的维度来讲 它出现了一个周开线的底分型 只不过这个底分的话呢 对应的量能是缩减的 就是上周和上上周 它的量能是缩减的 那么接下来呢 密切观察 如果说向上 从周开的角度来讲 能不能补量 能补量高看线 不能补量的话呢 这个位置 它实际上就属于周开的 那个维度来讲 那么连续起周的时间 都属于阴阳交替 所以增长整理 增长整理过周呢 只不过只要说 有这样的一个带有抵抗的 这种调整 结合它的本身的一个结构来去看 好 这是一个周线的笔中枢 也是日线级别的组织中枢 那么一笔下回落的话呢 对应的只要不破 前面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演 那么对应的是可以作为 新的机会点去看待的 这是周线的一个表达 就是周开的视角 能够看到的一个接点是什么呢 好 连续 三根开线 对应的话呢 是属于连续三根开线来讲的话呢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周开的底分型 只不过在这个位置也出现过 这个位置底分的话呢 因为这个位置它上一线留的很不好 这个上一线留的不好的基点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也呈现了一个周开的底分 只不过呢 这样的一个底分的话呢 它收在五军之下 那么我们再来看 当下这个基点 当下这个基点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中间一个黑线的话呢 是属于一根 下探周呢 冲高 冲高的话呢 对应的一根 中央 然而上周的话呢 周开的角度来讲是一个优伤星 说那样它收在五军周开次角来讲 收在五周均线上方 那么呢 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第一 如果说接下来一段时间 它都不破 上上周的地点 就是这个底分 只要不被破坏掉 那么它是有期 有可能或者是可以去推演 或者期待 走出周线的一笔上的 如果它能够期待上周线的一笔上的话呢 那么它就属于中线的机会行情了 但是它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想要往上发声 那么相似上量能要补起来 这是一个条件一 条件二的话呢 向下不破上上周的地点 就是这个底分不被破坏掉 这一点的话呢 我们来看这一周的地点是什么位置呢 对应的是9块2块2 就是说呢 9块2块2块不破 那么它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推演的 如果破了什么办呢 破了那么呢 它对应的是属于这个位置呢 周线来讲是影响交替 日线来讲的是一个比重数 30分钟来讲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走势 中枢了 如果说这位都破了前面地点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结构更加饱满 那么找更加标准的 日线级别的三点卖点和30分钟去 30分钟盘整下的 背次一卖了 好 这周线的表达 就是接下来 观察 9块2毛的位置破不破 这是大的一个方向 然后我们再看日开线 日开线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那么对应呢 从9块2毛以来 实际上当前走的就是一比上的延续 只不过这一比上的延续的内部 它逐渐了一个五分钟数而已 那么呢 从日线的一个表达来讲 那么上周五的时间 是给出这样的明显的 放量 阳 而且呢 突破了前面这个位置的一个高点 突破前面的盘中 就是突破前面这个高点过周围的话呢 那么它的一个结构来讲 实际上还是属于日线的 一比上的一个延续而已 那么它的一个做法的话呢 那么观察的重点是什么呢 从13块058 这是一比下 这是一比上 这是一比下 当前是一比上 那么这个位置什么时候 这一比上什么时候都走完而已 那么走完的话呢 耐心观察节点是什么呢 一向上 如果说呢 再度出现顶分破五军 那么呢 防范这一比结束 然后呢 走向下 向下的一比下的开启 没有出现顶分破五军之前 都可以作为持股的理由 或者是跟踪的理由去看待 这是之前的一个表达 好 那么内部来讲的话呢 同样的前面 这是一比下的话呢 它内部是有两个五分钟中枢 两个五分钟中枢的话呢 在这个位置 9块4毛3 当时呢 是五分钟的趋势 被持一类买点 然后的话呢 反弹在这几点呢 当时 补缺过之后 是把它作为 在哪个卖点去看待的 这是咱们前面 跟踪的一个过程 那么再往下的话呢 这个位置实际呢 它是属于 五分钟的 这里 这内部的话呢 这个下跌 它是一个大的五分钟的先端下 就属于什么呢 五分钟的先端下 五分钟的先端上 五分钟先端下 五分钟先端上 五分钟先端下 它中间没有接触 所以说它是五分钟大的先端下 大的先端下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到140的军舰的位置 获得支撑 同时的话呢 出现强底分 这个强底分出现过 中的多日 大阳不破 同时的话呢 属于五分钟中的组件 这是一个五分钟判证上 那么当前跟踪的话 日线维度来讲 知观察什么时候出现 这样的一个顶分 破五军的一个动作 没有出现之前 如果说还能给出高点量呢 还能够提振 那么呢 是可以作为持股的理由 或者作为持续跟踪的一个视角 那么再看五分钟的结构 好 那么五分钟之前的话 咱们用三十分钟的一个视角 其实呢 一目了然的事情 就三十分钟的话呢 当前的一个节点 已经呈现非常明显的一个情况 什么情况呢 三十分钟呢 现在下 三十分钟现在上 三十分钟现在下 三十分钟现在上 那么这个现在上 有没有走完了 目前为止还没有走完 就那还在发展当中 但是呢这个位置 如果说接下来密切 需要什么呢 需要一根中阳方量 来去续命 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持续往上 往上的话呢 把这样的一个五分钟角度来讲 把这个中枢向上离开段 走得比较强 无被迟 那么它可以反正才能延续 然后给出五分钟级别三点买点 然后的话呢 三十分钟现在上的延续 延续过之后呢 如果说强 给出第二个五分钟中枢 然后再向上走离开段 这个结构就当走完 如果突破前面的高点 力度比较强 给出 三十分钟线转下 五分钟攀成下 日线一笔下 然后再走一个相似上 这是强烈的表达 所以说呢 接下来下周初 它能不能给出相似上的 带有力度的一个上涨 方量 虚命 很重要 如果不能的话呢 防范的是什么呢 如果不能发生 这一点 防范的是五分钟攀成上 结构饱满被迟 三十分钟线转上 那么呢 对应的 潜高也不能突破 防范的是三十分钟中枢成立 如果三十分钟中枢成果中呢 防范的是再度走出 向下的离开段 如果说线下再走离开段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就属于 这位的相似上 一旦呢 量能持续缩减 或者是 力度不能增强 潜高不能突破 找卖点 找卖点之后呢 回落下来 一旦呢 日线一笔下 内部有五分钟的结构 有被迟 它与它之间又有被迟 然呢 日线强底分 那么又是一个更大级别的 更好 更标准的 更大级别的埋点了 好 这是需要去跟的 那么当前呢 也就是说的 当前的关键跟中的视角呢 就是五分钟 都维度来讲 那么我们来看 这是一个五分钟中书 五分钟中书的上沿 在什么位置呢 在十块五毛九 十块五毛九的位置 也就是呢 可以把十块六 作为一个 观察的一个节点 就是墙 这个位置呢 是迫切需要什么呢 迫切需要继续 带有力度的上弓 打出去 那么它的一个推案方式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 其实用完全分类的一个事情 什么情况下 必须要防范风险 什么情况下呢 是可以进一步 把握短线的机会点 什么情况下的话呢 是可以低高抛 那么用完全分类的思想的话呢 那么强的方式是为什么走呢 这个位置继续往上 这是五分钟先端上 继续往上 往上的话呢 最好是能够和他相比 来讲无倍迟 然后呢 期待给出五分钟 三点买点 然后呢 给看能否组建 第二个五分钟书 好 然后呢 再相当走离开段 这是比较强的表达 就是强的 有力度 有力度过之后呢 回射破 十块六的位置 他反而是新的买点 还能继续跟 这是一种比较强的表达 那么中间一点的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没有往上 没有力度 没有力度的话呢 又拉到中枢里面来 但是呢 他给一个五分钟先端下回落的话呢 不破 前低 甚至连这个中枢下沿都不跌破 那么对呢 就作为中五分钟中枢延伸 然后呢 再期待相当离开段 或者是中枢延伸的一个视角去跟 现在离开段呢 同样在观察是否有倍迟 是否能形成五分钟级别三点买点 好 那么对应的 最弱的情况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 直接往下跌穿 五分钟中枢下沿 反周站不上来 那么他就对应呢 是属于五分钟级别的三点卖点 这个位置呢 是必须要逃跑的一个节点了 所以说呢 那么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如果说下周戳能够带有力度的向上 再反而什么 反而是可以呢 高看一线 如果说这个位置呢 向上的力度比较薄弱 力度比较弱的和前面有这样的背磁的结构 然而也没有方量 除了带有上引线 或者就是小星 那么对应的话呢 反而可以 可以什么 可以作为 减的一个处理 如果说前面有这样的应对的话 前面有这样的应对的话 那么DC高抛的一个视角 就是五分钟拍着上 发生背磁 反而向下回落 回落的话呢 如果说是五分钟线转下 不不前地点 那么高抛和低息的一个节点 然而再观察 向上的力度 能不能走向上的离开段 如果走强的话 那这是更好的一个视角 如果走得极弱 一口气滴下来 这是防范的一个节点 如果反周站不上这个位置 好 防范的是开启一个反向运动 这个反向运动的话呢 走完过之后 如果说内部有被辞 又找新的机会点了 这是走势是生长的 然后买卖点 在走势生长的过程当中 不断地呈现出 不同级别 不同类型的买卖点 只需要如实的去跟踪 去应对即可 好 这是方向探数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看 后面的话呢 咱们解读的速度会稍快 比如像美景能源 美景能源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咱们前面其实也是多次进行跟踪 跟踪的节点的话呢 因为本身它作为 其能源的行业龙头 同时的话呢 业绩是有提振的 这个业绩的话呢 对应的 不管是2021年的一季度 半年度和三季度 它的归属母公司 净利润的话呢 达到像6.3亿 12.4亿 20.2亿 不出意外 它在2021年的年报也不会差 从这个逻辑的话呢 那么像前面讲的这个节点 如果说调整的深一点 靠近140年均线 它反而是更好的机会点 而且的话呢 它的一个结构来讲 从5块8毛5的位置 来去看待的话呢 它下方有一个 日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中枢 日线级别中枢的 像是你这样回事 回事的话呢 其实这个为 它只是一个日线的一笔下 日线的一个一笔上 这个日线一笔下 当前的主法的话呢 是属于什么 因为有一定的板块轮动和提振 这个节点的话呢 像周五的时间 直接给出一个涨停反暴 涨停反暴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跟踪视角 就是这个位置 新的一笔上的延续当中 一旦出现顶纷破五菌 这是要防范的 这是从残存结构的视角 好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向上的力度 后面的话呢 量能也不能跟上了 然后的话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顶纷破五菌 那么防范的回落 回落的话呢 如果说不破前面这样的低点 它就属于三十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如果破了前面低点的话呢 那么这是一个 作为日线的比中枢 三十分钟的走速中枢 日线的线段下的延伸延伸 然后的话呢 它和它又被辞 内部出现强底分 不破下方日线中枢上延 它就属于更好级别 更大级别 日线的三类买点 三十分钟的一类 被辞一买和日线的三类买 相结合的一个机会点了 所以当前的跟踪视角的话呢 观察先观察当前这个相上一笔上的 发展当中 什么时候 第一 这个位置呢 能不能形成 就是相上一笔的发展当中 一旦出现顶分 出现这哪个 一笔上之后出现顶分破五均 这是比较防范的 而且呢 如果说是既没有出现顶分 也没有出现破五均的走法呢 只可以作为基于跟踪的一个视角 那么像这类个股呢 如果说对样的回落 那么也就用单阳不破的视角 也可以用短线的视角去跟 但是呢 如果破了这样的一个单阳 那么它的逻辑不成立 就是呢 条件发生破坏了 那么及时的纠错 如是而已 好 这是美景能源 其实观察一只个股的话呢 很多时候你看它的周期 小周期对呢 短线的一个机会点 那么中期来讲 看它的结构 长期来讲的话呢 要更加注重它的基本面 行业 好 这是美景能源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下周初 大概就会有一个溢价 现在溢价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要观察整体来讲 量能以及呢 更小级别来讲 那么我们来看 日线一笔的发展当中 那么从4块7的位置的话呢 5分钟 它只是一个5分钟的 这样的一个大的 呃 线段上的表达 那么继续往下面去给 即可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回落 5分钟现在下 连不破前面地链 单阳不破的视角 用短线的位置 积极高抛 键好就收 是可以的 好 那么再看 像天气里叶 天气里叶呢 这一只个股的话呢 咱们在他搜败的时候 好 在这个位置 搜败的界点呢 当时是属于链矿的 就属于涨价 涨价的通时的话呢 对于板块的轮动 当时讲的呢 可以把它作为 这样的一个 链电池的 这样的一个龙头的光环去跟 但是呢 从中长期的一个视角来讲 对于链电池 长周期来讲 对于像能源车方向 像链电池方向 它是有业绩保障的 因为不管是涨价也好 还是属于供需也好 但是短周期来讲的话呢 对应了整个板块 链电池光伏 它已经它已经处在什么 处在高位 就是高位震荡 高位震荡的话呢 那么在高高 高位震荡的一个节点上面来讲 还是要警惕一点 那么像天气里叶之类 个股的跟踪视角的话呢 也比较简单 简单的节点在什么地方呢 那么对应了 当前呢 先是因为上周三 给出一个掌停板 这个掌停板的话呢 呈现是一个墙底分 墙底分的话呢 而且呢 一定要穿三线 墙底分过之后呢 后面去跟 跟的节点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 对应的 以武军作为观察节点 而且的话呢 如果说一旦出现顶分破普军 这是要及时防范的 如果说没有出现顶分 也没有破普军 那么它可能 正一阵不排除再往上 但是往上的过程当中 观察两价关系 也武军不破 可是有沿着武军去跟 如果说呢 用咱们前面刚刚讲过的 回顾的 回顾过的 残忍结构的知识点 一比上的发展过程当中 既没有破普军 也没有出现顶分 那么就可以作为持股的理由 如果说呢 出现这样的顶分 若就是一根 一根长羊 后面的话呢 小鹰小羊的这样的一个 顶分 它可能是中继的可能性 高一点 用单样不破去跟 那么对待这类个股的话呢 其实用最笨的方法就是 守一下武军即可 武军不破 可持有 如果说呢 顶分破武军 那么即时要防范 即时的避险 如此而已 好 这是天气里夜 那么再看呢 像格林美 好 那么像格林美 这一支个股的一个 技术表达的话呢 对应了 首先 这一支个股 它的一个硬伤是什么呢 是属于下行通道内的 持续缩量 MICD又在零楼下 是弱势周期 弱势状态当中 弱势状态当中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用传统的一个技术表达 来讲的话呢 首先 高低相连 它属在这样的一个 下行通道 属于这样的一个 收敛结构当中 这的一个视角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去观察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持续缩量 就是 行业也好 个股也好 价格上呢 必然是资金推动 如果说持续缩量 量能不改善 它的行情就很难持续 所以当前呢 只是一个弱势震荡的做法 而且呢 用均线的维度来讲 它是破了 140年均线 在140年均线下方呢 是属于缩量震荡 就是 纯量的一个状态当中 属于弱势真理状态 没有站上140年均线之前 从均线的视角来讲 是不值得 参与的 或者不值得去 把握的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 最笨的一个方法了 好 那么什么情况下 可以作为一个 机会点来去看待呢 因为前面呢 从 从更大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它是属于 低点和低点线线 组成中期趋势线 高点和高点线线 组成这样的一个 上行通道 那么它已经到了下行通道 到通道的下沿 已经呢 低迫这个位置呢 看它能不能重新再上 这是一个视角 但是呢 从量度来讲 只要说持续缩量的状态 它就属于弱势当中 要么是属于震荡之后 不排除弱势浪 或者是摩底 或者是机会赶底 因为只要没有量 后面如果说量呢 能够跟上 而且的话呢 这个位置逐渐一个 小的平台 这个小平台的话呢 对应来 最终 平台形成过程 再向了形成一个平台突破 平台突破 加上量能突破 这样的公正 那么对应的话呢 才可以作为一个 机会点去跟踪 去尝试 去把握 好 这是格林美的一个 跟踪视角 140年军业 11块钱的位置 就是它的一个 重要的沉压的基点 好 那么再看的话呢 像圣囤矿业 圣囤矿业的一个 技术表达的话呢 那么当前它是 调整到140年军业附近 140年军业附近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从14块钱跌到什么 跌到9块钱附近 它调整的幅度 还是 同时又到了140年军业 到了140年军业的话呢 那么它的一个 节点是连续上周三 上周四 上周五 连续三天呢 量能是遭有改善 遭有改善的话呢 那么对待这类个股的 一个跟踪视角的话呢 前面下方一个是140年军业 直升 一个是前面有一个交替之另位 那么当 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了 它又属于单阳不破 从10月8号 有一根中阳 中阳之后呢 后面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交易者 震荡整理不破 这一根阳线 所以说呢 当前的一个跟踪视角的话呢 对应的 从中期的一个维度来讲 守什么呢 守它的140年军业即可 如果这个位置 如果说 向上 对应的 量能不能有效的方大 那么向上的话呢 同样不建议去追 因为防范的是什么呢 防范呢 是这是一笔下一笔上 一笔下一笔上 逐渐一个日线的笔中枢 三十六走出中枢 然后呢 在防范线下走的一段 如果说向上量能没有跟上 好 浅高没有突破 好 这是一个视角 那么对应的 如果这个位置呢 在那当中始终不破 前面站了一个小的平台 就是回落 量能 只要说呢 不出现 不出现缩减 而是呢 温和有量的一种状态 那么冲高之后 回落 可能会存在五分钟 级别三百的机会点 这个这一点怎么去看呢 例如说 从九块一毛八这个位置以来 实际上是属于一笔上的延续 一笔上的内部的 逐渐有五分钟输 这位置是一个强底分 其实呢 调整到140年军业附近 而且呢 内部有这样的结构 调整过程的内部有结构 有这样的一个背驰的关系 然后呢 逃进140年出现 强底分三五军 其实它反而是一个 很好的观察点 那么用五分钟的结构 来看的话呢 其实是非常清晰的 那么像圣囤框叶的 这类个五分钟输 当前它的机会点 是什么级别呢 只是停留在五分钟级别的 因为前面的这个位置 是可以作为一个 五分钟中输的 逐渐和延伸 然后呢 当前走法呢 是属于五分钟的 向上离开段 而五分钟向上离开段 内部的话呢 它又组建了 这个位置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一分钟中输来去看待 当前呢 是可以作为第二个 一分钟中输来去看待 如果说这个位置不排除 好 这是一个五分钟 延伸向上离开段 离开段内部呢 有一个一分钟的趋势上 如果再往上的话呢 走出一分钟的 向上的一个离开段 就是属于一分钟的趋势上 这个离开段呢 和前面一旦有被迟 那么这反弹 就是防范的是短期的 一分钟级别的反弹结束 然后回次 如果一分钟的盘整下 五分钟的线转下 不破 下方的五分钟中输上延 对呢 它是五分钟级别三点买点 所以说呢 它的跟踪视角什么呢 跟踪视角观察的节点 也是属于九块九毛三 回落五分钟 现在下回落 不破九块九毛三的位置 那么对应的 它可以作为五分钟级别三点买点 如果说破的话呢 买点买入条件发生破坏 那么呢 对应呢 可以去纠错 可以去离场 像这个个股就属于什么呢 因为对于一个行业 对于有势 或者是对于新 对一些调整 看似充分的板块 它后面能不能走起来 能不能走出 持续性 核心中的核心 要看整个板块 有没有资金 有没有成交量的持续 具体的个股的话呢 要看它的结构 就是呢 它靠近什么级别 什么类型的机会点 好 只不过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再看它的基本面 对应的 业绩是有提振的 这个业绩的话呢 2021年的一季度 半年度和三季度 归属母公司金利润 4.1亿 7.1亿 14.7亿 金利增长率的百分之 1509 1812 467 那么呢 不出意外 到你2021年的年报 它也不会差 不会差的话呢 那么当前 对这类个股的 跟踪视角什么 只是用五分钟的维度 一笔上来延续吗 一旦出现这样的 顶分破股均 那么一笔上 防范结束 然后呢 逐渐这样的一个 日线的比重输 但是眼下的呢 五分钟节奏来讲 给不给五分钟级别 三连买点 很重要 或者呢 作为短线的一个视角去跟 如果说能给出 五分钟级别的 这种三连买点 然后呢 逐渐第二五分钟都输 咱呢 再向上 可延续一下 但是前高 一旦成压 如果结构走完 出现顶分破股均 一旦要防范 防范的话呢 后面 只不像这类个股的 如果后面 给出之前的一笔下 不破前面低点 出现这样的一个 强底分 它可以作为 三十分钟级别的 二连买点 如果说给出 这样的一个一笔下 破了前面低点 但是呢 和前面相比较来讲 有这样的背词结构 那么呢 出现强底分 三五均 那么它可以作为 三十分钟级别的 什么级别的 什么类型的买点 如果不是不能买 如果说是 那么呢 如果说后面 上涨的过程当中 找卖点 如果说呢 没有上涨增浪 或者是回落 有没有纠错的 一个习惯很重要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防范于未然 才能够把 技术分析 交易应对 分控体系 能够一体化的去 观照去执行 这才是所谓的 交易体系的一个东西了 这样的话呢 进口空退口手 行情不管好坏 你的风险永远是可控制的 遇到好的 行情可持续的一个阶段 你就能够快速的 快大盈利 遇到不好的 极端的市场当中 你能够及时的退出 这才是能力 好 这是咱们今天 讲的一个内容 更核心的话呢 其实个股是次要的 更多的话呢 是一种 分析的视角 应对的思路 以及呢 你的交易的 背后的逻辑和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体系化的东西 有没有 有没有分控意识 分控的这种习惯 作为保障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以上呢 只作为技术交流经验分享 不作为满美抑郁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记得赞赏 再见 再见